好的主播女星大S前夫汪小飞交报不想履行离婚协议欠超过500万的生活费用 而大S呢因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查封她在台湾的资产 对此汪小飞21号就在网路上狂轰大S一家人 还放话今天会来台北 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 汪小飞今天真的现身北京机场 本来预计搭乘下午2点50分起飞的航班 但因此因为大陆人民通行证有问题卡关 最后未能如愿登机 而今天唯一一班从北京飞台湾的班机 下午1点55分从北京机场起飞 预计下午的5点15分会抵达桃圆机场 不过汪小飞没有搭这班班机 目前看来今天是不会抵达台湾 女星大S呢与汪小飞离婚一年 近期就是因为生活费隔空交火 而前婆婆张兰对于大S21号的发言不满 今天在发表声明 怒哄说事实上在婚姻中离婚协议过程中 她是如何侮辱用言与别损我 说自己一直在心里容忍 而她也指出大S为了和至今也结婚 不顾在大陆离婚程序还未完成 就急着再婚 而对此呢其实张兰呢就一直 张兰的声明就是一直怒哄说 对大S的不满 而其实今天汪小飞原本就是要来台湾和大S一家人见面 但迟迟都没有搭上这个班级 也没有现身机场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镜头将来给捧妹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咱 咱 咱